接下来是一场很特别的展览 这分别是由华林县政府 还有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 及夏金山文化艺术基金会联合举办的一个展览 县长学县卫特别出席的开展仪式 而这次艺术展的第一次展出了 夏金山佛画各系列经典之作 也透过夏金山清静祥和的佛像绘画 广结善缘进化人心 这次展览为慈济基金会与夏金山基金会首次合作 以幻法新生为名 表达慈济之业为佛教众生的使命 29号举办圣大开幕仪式 西南许正伟也亲自出席致意 艺术展览首次展出夏金山佛画 以及各系列的经典之作 透过夏金山清静祥和的佛像绘画 广结善缘进化人心 春跟夏云之后 我们如何度过千难万难金山 既然荆棘千难万难到了我们的圣山 所以刚才看的一幅画是在中回的一幅画里面 他说新政千千万万的邪不会入身 所以在这里给大家共读 我想在整个绘画以及中华文学的领域结合起来 那个力量是无限大 而那个我想那个意境 每一个人都会跟他相应 每一个人看到每一幅画 以及他旁边的这个夏老师的这个注解 无论是百话文学 或者是比较深的地涵 我相信人人都能读懂 赞兰以四大系列慈悲喜舍做呈现 结合慈悸慈悲怀 即是救人的初心 夏金山就由佛法修持 融会而出的佛理睿智以及笔墨精华 其他大众透过修身养心 而能够万事自在学员 中德善果并且分为俱福佛像 入世红尘操盘境界等三的主题 展示夏金山毕生佛法持修以及艺术的魁宝 记得转眼华师傅导